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这是六月份的第一次查经 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35节 那这里我定个题目是门徒的冲突管理 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 还记得在17章的时候呢 耶稣曾经登山变相 显出他荣耀的一个形象 我想这个荣耀的形象 也带给门徒一个新的认识跟新的思考 想想看自己的老师是这样的荣耀跟伟大 那么我们作为他的门徒 当然有点沾光的这个感觉了 我想这样的一个氛围呢 也带动了一些这个门徒 一些错误的一个态度 他们开始想要在天国里面争大 所以在18章的一开始 他们就提到说天国里面谁最大 那耶稣在这边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 其实一个人若不回转像小孩子那样 谦卑柔和的样式 在天国里面都算不得大的 甚至进不了天国 因为神所要的 不是人这个头衔的问题 或者他成就的问题 神所要的是要看这个人 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他是不是有一个谦和的态度 还有他怎么样去对待 他作用招的这些人 所以到了18章的15到35节 那么门徒他主要面临的一个 其中一个挑战就是 当我们面对那些错误跟犯错的人 一个好的门徒 一个被神所称赞的门徒 他应该要有怎么样一个合适的一个态度 那么这个才是神所看重的 所以在这里当我们面对冲突 面对这些错误 面对人犯罪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 那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功课 其实在我们的教会 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提醒 首先呢第一个 我们在外在要有尽力去挽回的一个尝试 我们看到一个人犯错 绝对不是一个幸灾乐祸一个态度 而是希望说 我们在他们的犯错当中 我们感到难过 我们感到我们需要惋惜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人能够在这个犯错当中 能够学习到功课 而且他能够再走回正路来 这个才是我们面对一个犯错者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那怎么样去挽回他们呢 第一个 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 先私下当面去劝诫他 很多时候啊 我们看到人犯错 我们不太敢当面去讲 一方面我们不希望 我们自己去involve到 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当中 第二我们当然不希望 对方讨厌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爱 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当面去告诉他 那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当面去说 我们很多人会选择背后去讲 但背后去讲别人的问题 其实完全没有办法 帮助这个人去悔改的 也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人 从错误当中去认识到 自己应该要改正 而且要做对的事情 所以当面去劝谏 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个也需要 我们跟对方有一个很信任的关系 我们去说的时候 那当然会比较容易成功 但不管怎么样 当我们看到人 是这样犯错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责任 那我们的责任 其实有一个责任就是 帮助去挽回这个弟兄 当然在我们去挽回 去劝诫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是主说的 就是说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看见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去指出对方的错 有些时候要先反省我们自己 是不是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我们也是有责任 也许错的是我们而不是对方呢 那么这个是先让我们放在一个 很谦和的一个态度当中 而不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犯错的一个人 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不要去论断人 那首先我要解释 论断跟所谓的劝诫是不太一样 有些人会误解说 那主教我们不要论断 那是不是说 我们都不能给人家任何的建议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论断的意思就是judge 所谓的judge就是 已经盖棺论定 那什么叫论断 论断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事实的真相 我们可能也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甚至我们不理解对方要这么去做的原因 我们就给对方的一个盖棺论定 我们就认为他这样做 一定是有他的一个问题 有他的目的 这个叫做论断 或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 也常常讲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是从过去 对这个人的经验印象 我们就盖棺论定 他今天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过去的问题 那这个叫做论断 所以不要论断 表示是说 我们应该在去做任何的劝诫 或评论的时候 先去明白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先收集足够的证据 而且我们要真正去理解 对方为什么去这么做 我们才去做这个评论 那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先当面私下去 劝对对方 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们先有一个沟通的机会 我们先有一个理解的一个时间 我们才能够去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们也才能够去明白 对方犯错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那第二个 如果对方 我们明明已经确定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评判是正确的 他还的确犯错 但他还不愿意去反省 不愿意去悔改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耶稣告诉我们 就要有一个小组来提醒 我们可能找两三个人 进到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一个场面里面去 去听听看到底是我说的对呢 还是对方的这个理由是对的呢 那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客观的评断 这整个事实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第三者在旁边做一个见证 做一个评判的时候呢 很容易这个事件到最后就产生所谓的罗生门 就是各说各话 那也没有人可以做一个见证 那就很危险 那很容易在教会当中 就变成互相攻击的一个局面 那所以这个需要有第三个人 或两三个人来帮忙在旁边做一个见证 做一个提醒 但是呢 如果在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底下呢 对方还是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是坚持不愿意去挽回 去弥补他所犯的这个错误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那耶稣就告诉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交给教会的纪律 教会的这些的牧长 或是这些的领袖 做一个纪律的公平的决断 那这样的决断是有必要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他犯罪犯错 但他坚持他不愿意去悔改的时候呢 那如果我们容许继续让他在教会里面 这样去与弟兄姊妹交往 那这样的罪会去影响到其他人 我们叫做破窗的效应 就是说如果一个窗破了 你不去弥补他 你不去修补的话呢 那很多人他就不在乎这个窗子破不破 那可能会破更多的窗 这个叫破窗效应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破窗效应 出现在教会在一个群体的当中 所以有必要的时候 也必须要用纪律去处理这些犯错的人 那如果他不愿意悔改 他还要继续在他的罪上面去行的时候 那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就是必须与这样的一个人去隔离 我们就不再称呼他是弟兄 要把他看为是外邦人 表示说我们不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 那目的不是说我们这个金盆洗手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目的是希望透过这样严厉的一个方式 让他真正有一个悔改的心 让他真正是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以至于他能够重新去走回正路 那这个请记住 走回正路 永远是我们去帮助一个犯错的人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 我们因为爱他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劝戒 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有这样的一个纪律 好 那么当然我们在做这样的审断的时候 也一定要足够的祷告 要同心合意寻求神的心意 这是18章19到20节 放下自己的意思 去寻求神的意思 给予公平的评断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们内在也要有饶恕的心志 在18章21到22节就提到70个欺失的饶恕 这个是从内在的 就是说呢 的确啊 有些这个犯错的时候 我们当然这个犯错的人 他应该要付上这个弥补的一个代价 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在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在从心志上 我们也要去饶恕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悔改了 他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就应该要饶恕他们 而不是在一直去 这个在这个 这个堕堕逼人 或是这个理直气壮 那不愿意去饶恕我们的弟兄 不管他犯多大的罪 只要他愿意悔改 我们就应当饶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主 也是这样饶恕我们 我们过去也是犯罪 但是因为我们的悔改 主已经饶恕我们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去饶恕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是整段经文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从外在 我们怎么样具体去行 从内在 我们怎么样从心里去饶恕对方 好 所以这个是大概 我们在18章15到35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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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